Hello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神探夏洛克》系列已经完结,很多喜欢侦探推理的小伙伴都意犹未尽 于是惊悚哥又精心挑选了几部《日本推理天王》《东野龟吾》作品改编的电影来解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嫌疑人X》的现身 这部经典的作品中日韩三国都翻拍过 下面惊悚哥解说的是最为经典的日本原版 我们的男主角石神是一名郁郁不得知的高中数学老师 他相貌事业平庸,年纪40还一个人住在布格因的廉价公寓中 他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独自走路上班 在路过一片流浪汉聚集地的时候,他都会有意地瞥一眼 这里面聚集的六个流浪汉,每日生活规律且无趣 和他一样都被这个世界所遗忘,没有人在乎过他们 如果有一天失踪了,也没有人去寻找 但石神的生活也并非单调无序的 早上去街边快餐店买一份招牌便当 便是他黑白的世界中唯一一抹色彩 快餐店的老板是住在他隔壁的镜子 一个带着女儿的单身女人 每天时辰都会听到隔壁传来母女二人的欢声笑语 这会让他想起原来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每天能在点餐的时候和镜子说上两句话 可以说让他这一天的生命有了意义 12月1日晚上,镜子正在家中做饭 门铃忽然响了 他以为是女儿梅里回来了 打开门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他的前夫,傅坚 傅坚是他第二任丈夫 不仅一事无成,还经常家暴他们母女 镜子为了女儿和他离婚了 然而傅坚却还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他们 甚至对年幼的梅里有非分之想 傅坚大大咧咧地进来 直接了当地表示来要钱 镜子不想让他影响到自己的女儿 给了他两张钞票 傅坚坚笑着收了起来 离开的时候还对刚刚回来的梅里出言调戏 表示要把他卖到KTV上班 然后又叮嘱镜子 你们母女一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这时忍无客人的梅里冲了出来 拿着水晶球一下砸倒了傅坚 傅坚缓缓站了起来勃然大怒 对梅里一顿拳打脚踢 镜子过去拉住他却又被他打了一顿 然后他又吟笑着转向梅里 情急之下镜子抓起电线 勒住了傅坚的脖子 梅里连忙也按住了傅坚 傅坚拼命挣扎挣脱 最后还是被母女二人活活勒死了 而这一切的声响都被隔壁的石神 听得一清二楚 聪明过人的他 意识到了隔壁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于是过去按响了镜子家的门铃 问需要帮忙吗 还不敢相信自己和女儿 就这么杀了傅坚的镜子 听到门铃声更加惊慌失措 他怯声声地打开门告诉石神 刚刚只是打死了一只蟑螂而已 石神却表示 我可以让你们脱罪 明白事情败露的镜子 只好让石神进来了 画面转过 这天是12月3日 海边发现了一具浑身赤裸的男尸 容貌近毁 手脚被烧焦 牙齿也被处理掉了 完全无法辨认其真实身份 不过尸体旁的脚踏车上 倒是有指纹可以提取 但另一边的警察前一天接到报案 附近一家旅店的一户房客失踪一天了 那名房客便是副监 这让警方觉得有些蹊跷 他们通过旅店房间里残存的毛发 DNA对比后发现 可以确认 海边的无名男尸就是附近本人 因为凶手手法残忍 警方高度重视 经过法医验尸和社会调查后 他们得出几点信息 死亡时间是12月2日 晚上6点到10点之间 死因是被电线勒死 初步判断 应该是副监骑着偷来的新脚踏车 来到海边被离死了 而副监死前几天 曾多方打听前期静子的最近住址 于是负责此案的警察草智和内海勋 理所当然地来到静子家调查 看到警察找上门来 问副监情况的静子 有些些害怕的 但他强装镇定 告诉警察 我和副监很久没有联络过了 警员内海勋问道 12月2日晚上6点到10点 副监死亡的这段时间 你在做什么 静子想了想说 我带女儿没礼去看电影了 然后又吃了拉面 唱了卡罗OK 收集完证词后 两名警察离开了 在下楼梯的时候 警员草智对内海勋说 有些奇怪 12月2日是周二 居然会有兴致去看电影 吃拉面 唱卡罗OK 这时时辰回来了 和两人擦肩而过 两人看了他一眼 连忙过去拿出附件照片 问他辨认 时辰面无表情地说 我不认识他 草智又问 那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12月2日上周二晚上 有没有听到 隔壁有什么响动 时辰回答说 我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 隔壁晚上一般都很安静 一切正常 然后他打开油桶 取出其中的信件 就要开门回家 内海勋和草智 敏锐地留意到 其中一封来自帝国理工大学 草智正式毕业于这所大学 有些意外 不过他见时辰 并不想多聊什么 于是表达谢意 离开了 两名警察走后 时辰悄悄下楼 来到公共电话亭 给静子拨了电话 问静子 警察来了 都说了什么 静子如实都告诉了他 时辰表示 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然后叮嘱静子 把电影票根 夹在电影简介中 警察不要求看这个证据 就不要主动拿出来 他们要你拿出票根 你最好先装作找不到的样子 让他们不经意间自己发现 然后时辰说 以后我联系你 都只用这个公共电话 镜子怯声声地问 师辰先生 我们真的会没事吗 师辰说 当然 请相信我的理性思考逻辑 画面转过 帝国理工大学物理课堂上 一位身材销售 头发略卷的男子 在给学生们 讲解理性思考逻辑 他叫汤川学 是帝国理工大学 最年轻的物理教授 可以说是 百年一遇的物理天才 因为和警察草制是校友 所以经常协助警方破解各种离奇古怪的案件 被称为神探伽利略 不过因为脾气古怪 有些不同人情 只在乎追寻真理 又被内海勋吐槽为怪人伽利略 这次 草制又带着内海勋来找他帮忙了 在汤川学的办公室里 内海勋告诉他 他和草制第二次拜访镜子的时候 问他要电影票根作为不在场的证据 镜子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然而草制却随手在电影简介里翻到了 这根本不像是预先准备好的一切 他们后续调查了拉面店和卡罗OK的服务人员 他们也都对这对母女有印象 汤川学让我兴致地说 如果这个美女真的是杀手 能想到把关键的不在场证明 票根夹在电影简介里 让你们不经意间发现 那他可以说十分聪明了 不过电影票只能证明他们买了票 不能证明他们去看了电影 然后他看了看时间 转身要去上课 但草制不经意的一句话 却引起了汤川学的兴趣 草制告诉他 镜子的邻居也是帝国理工大学理工科的 叫石神 汤川学立刻走了回来 确认了一遍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石神 然后悠悠地告诉二人 我很少用天才去描述谁 但在我眼中 石神才是真正的天才 他把所有的生命都献给了数学的研究 那海巡和草制大吃一惊 没想到那个其貌不扬的数学老师 居然能让汤川学有如此高的评价 接着汤川学问清了石神现在的地址 他决定去拜访一下老友 画面转过 石神用公用电话打给了镜子 镜子表示已经都按照他说的去做 石神说 对就这样做 警察问什么 实话实说就好 镜子迟疑了一下 缓缓开口 问出了一直以来心中的疑惑 石神先生 你为什么这样帮我们呀 石神垂眸想了片刻 淡淡地说 因为我还想每天早上去你的店里买便当 然后他挂了电话 朱莉在黑暗中良久 才缓缓走回家中 此时的镜子还不知道 石神为他做了何种牺牲 到了家楼下的石神 赫然发现了家门口 一个帅气斯文的男人 正在等待着他 是汤川学 两人隔空对视一眼 笑了起来 这一对昔日好友 当年分开后 都在思念着对方 石神将汤川学 请到了自己家中 拿出韭菜招待着 两人一边喝酒 一边谈论着数学题 在十几年前 二人也经常这样 那时候 汤川学 是物理系百年不遇的天才 石神 则是数学系 最为出色的一个 但命运弄人 因为母亲重病 石神没有继续读研究生 而是回到家 做了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 说到这里 石神苦笑了一下 悠悠说 无所谓了 在哪儿都可以研究数学 汤川学有些惋惜 问他 还喜欢登山运动吗 石神说 对呀 这么多年 只剩登山和数学 这两个爱好了 接着 汤川学 从包里拿出了一套数学 提给石神 这是他特意 为石神准备的礼物 石神接过来看一眼 如获至薄 连忙拿到书桌前 研究起来 就这样 过了一夜 石神终于研究完了 回头才想起来 汤川学还在 此时 汤川学 也在酒桌一边睡着了 石神便体贴地 从柜子里拿出被子 要给他盖上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妄想汤川学的眼神 瞬间充满了杀气 汤川学如此聪明过人 并不是普通警察 那么好对付的 自己的计划 要调整了 画面转过 汤川学醒了 发现石神 已经将所有的问题 都解答完了 他看了看表 称赞道 不愧是天才 只用了六个小时 看来宝刀未老 两人收拾了一下 准备一起去上班 在路上 他们路过流浪汉聚集地 汤川学 有些好奇地 看了看 那里的五名流浪汉 石神说 他们的生活 像是时钟一样精准 一成不变 汤川学随后应答说 真有趣 然后提起了 附件的案子 石神 面无表情地 敷衍了几句 接着 二人到了 要分开的十字路口 石神深深地 看了汤川学一眼 悠悠地说 真是羡慕你啊 样貌 还是那样年轻 汤川学 善善一笑 有些意外 没想到石神 会说这样的话 然后 两人简单告别一下 就此分别了 然而 刚走出没几步的汤川学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转身 向石神望去 他看着石神 有些落魄的背影 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石神从来不在乎 自己的相貌的 难道 他喜欢上了那个女人 是谁呢 他隔壁的镜子吗 此时的汤川学还不知道 他已经落入了 石神的圈套中 另一边 由于警方对镜子 调查毫无进展 决定转移方向 去查找黑帮方面 因为适度的附件 也欠了赌场一大笔钱 但海内勋 依然觉得镜子有问题 可是没人相信他的直觉 这时 他收到了汤川学的短信 约他在案发现场见面 内海勋连忙赶了过去 在案发现场 汤川学告诉内海勋 案子经过他仔细思考推理 有几个疑点 其中之一 就是偷来的脚踏车 警方在脚踏车上 发现了指纹 但凶手将死者 任何生物特征都销毁了 怎么会留下指纹 这么重要的证据呢 那就说明 他要给警方 一个错误的方向 要让警方觉得 死者是自己骑着 偷来的脚踏车 来到这个地方 被勒死的 所以说 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然后 汤川学带着内海勋 来到脚踏车被偷的地点 向他讲出第二个异点 这里有很多单车 都没有上锁 随便就可以偷走 而凶手 为什么要偷一辆新的单车呢 那就说明了 凶手想让施主去报案 让警方 将这两个案子 联系到一起 但凶手为什么这么做 汤川学还没有想明白 不过 他已经将调查的目标 锁定在了石神身上 画面一转 告别内海勋后 汤川学来找了石神 他笑着 请求石神 带他去静子的便当店 表示想尝尝 老友喜欢吃的饭菜 石神面无表情地 带他来到了静子的店里 汤川学 要了一份 石神经常点的招牌便当 这时候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进来了 热情地 向静子打招呼 静子见到他也很开心 可以看得出 两人互有好感 这个人 就是一直在追求静子的 龚腾先生 正在等便当的汤川学 不禁一间一抬头 却赫然从镜子中 看到了石神的脸 一向面无表情 像个病人一样的石神 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 极度愤恨的表情 他心中一凉 难道真相 真的让自己猜中了吗 这时 他的便当好了 两人拿了便当离开了 一路闲聊到了 该分别的路口 石神简单说了再见 就转身离开 似乎心事重重 汤川学则叫住了他说 我有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出一个难题和解一个难题 哪个更困难 石神转过身来 此时一辆车驶过 挡住了汤川学的视线 他没有看到石神的第一秒反应 当车驶过后 石神依然是一副 波澜不惊的样子 他告诉汤川学 这很有趣 我会想想的 然后他笑了笑 转身大步离开 只不过转过身来 眼神中的杀气更加凌厉了 他明白 自己这个老友 必定会毁了自己的计划 而汤川学也明白 自己这个老友已经迈入了 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这一刻开始 两个绝世天才的对决 正式打响 石神又来到电话亭 给静子打了电话 在简单的寒暄后 他语气强硬地 问起了龚腾先生的事情 静子有一些慌乱 解释说是一位好友 石神没多追问什么 而是让他女儿梅里接电话 石神告诉梅里 去和警察说 自己想起来 那天在电影院中 遇到了几个同学 可以证明他们 一直都在电影院里 梅里答应下来 虽然他也觉得 石神神秘莫测 但却对他有一股 天然的信赖感和崇拜 第二天 内海勋来找汤川学 表示自己经过一夜的思考 想明白了 如果不是镜子作案 那就是石神 石神经常去便当店买便当 应该是爱慕镜子 福建死亡那晚 石神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并且你说过 凶手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石神就是你亲口认证的天才 汤川学想了想说 不 凶手一定是镜子 石神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福建已经死了 因为如果石神 想帮他解决问题的话 一定会选择其他方法 而不是杀人 这种愚蠢的手段 所以他应该是指示镜子 做出一些事情 来混淆警方视线 解除他的嫌疑 比如不在场证明 比如脚踏车的疑点 内海勋却表示 为什么不能是石神呢 他也会犯错呀 他只是一个数学天才 汤川学目光坚定地说 对于石神而言 杀人比数学简单多了 这时 内海勋的电话响起了 草智告诉他 梅里的同学证明 他的确在电影院里 看到了镜子和梅里 所以他们 一直都在电影院里 没有出去过 不可能杀人 汤川学愣住了 表示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错误 凶手肯定是镜子 画面转过 虽然汤川学 坚定地认为 凶手是镜子 但内海勋固执地认为 石神很有嫌疑 于是说服草智 和他一起去高中调查石神 二人先和石神寒暄一番 打趣说 他给学生出的数学题 都太难了 听到数学 石神的眼神亮了起来说 没什么 只是单纯的盲点问题 比如学生们 觉得这是一到几何题 实际上 却是函数问题 只有换个思路 才能解开 然后 石神似乎觉得 话说漏了嘴 话风一转 直接了当地问他们 找自己什么事情 内海勋说 经过调查发现 他在12月2号 12月3号都请了假 石神淡淡地解释说 只是身体不舒服 在家休息 内海勋 看着石神的眼睛问道 你和邻居镜子 只是单纯的邻居关系吗 石神 也看着他的眼睛 认真地回答说 是的 只是邻居关系 离开高中后 内海勋和草智 找到汤川学 向他讲了 调查石神的事情 但汤川学 听到石神所说 盲点问题后 表情渐渐凝固了 似乎意识到了 什么关键的事情 他脸盲又拿出 高中的出勤表 看了一眼石神的请假记录 向二人打了个招呼 匆匆离开了 汤川学 仔细地思索推演一番 明白烂子所有的真相 他拿出手机打给石神 语气严厉地 要约他出来 石神想了想说 今天没空 要不周末 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汤川学 面色冷均地答应了下来 他也许不知道 石神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到了周末 两人带好装备去爬山了 山上一片白雪挨挨 以往无际 养尊处优的汤川学 爬了一半就没了力气 艰难地跟在石神后面 此时 画面转到了镜子这边 他和龚腾先生的感情 日渐升温 龚腾先生的身世 可靠 让镜子相信 他会是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然而前些天 龚腾先生送他回家的时候 他下车却发现 石神正站在楼梯上 看着自己 目光阴冷 这让他不寒而栗 这段时间 他就发觉 一直都有人跟踪着自己 而刚刚 他又收到了一封 来自于石神的恐吓信 镜子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却和龚腾先生交往 你对得起我吗 这对于我而言 是一种背叛 现在我命令你 和他分手 另一边的龚腾先生 也受到了 来自石神的恐吓信 警告他不要和镜子交往了 镜子很是惶恐不安 他意识到 自己虽然摆脱了腹肩 但是 似乎遇到了一个 更可怕的恶魔 也许自己和女儿 王后余生 都要被石神控制了 一想到这里 他如坠冰枯 画面回到雪山上 此时 一到了晚上 汤川学和石神 趴到了半山腰 在一间小屋中歇息 汤川学 望着外面的冰天雪地 问石神 为什么要约自己爬山 石神喝了一口热水悠悠地说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 日后 恐怕没机会做了 警察已经找到了 见石神 有摊牌的意思 汤川学 想了想开口说 直到我听你说 盲点问题的时候 才明白一切 一道谜题 看着是几何问题 实际是函数问题 有些事情 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一切的关键 都在于流浪汉 狙击地里的流浪汉 住手吧石神 石神却明无表情地说 没证明到最后 怎么能住手呢 你为什么 不说出你的推理呢 汤川学垂眸想了想说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石神没有看他 淡淡地说 我根本没有朋友 二人的聊天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二人顶着风雪 继续向上爬 风雪越来越紧 汤川学 追着石神的步伐 更加艰难 他拼命地 叫石神拉自己一把 但石神 只是回头冷冷地 望了他一眼 没理会他 汤川学体力耗尽 栽倒在了雪地中 天地间苍茫一片 他也看不到石神 到底在哪里了 就在他感觉 要被风雪埋没的时候 石神出现 拉起了他 两人就这样 到达了山顶 在山顶上 石神望着远处 壮丽的景色 对趴在地上的汤川学说 我现在感觉 我的人生很充实 解开这个难题 谁都不会幸福的 忘了吧 汤川学瘫倒在地上 喘着粗气 没理会石神 画面转过 被石神威胁了的镜子 惶恐不安 忽然他听到了 电话铃声响起 意识到 这是石神打来的 颤颤巍巍地接了起来 刚刚爬山回来的石神 阴沉地告诉他 我在你信箱里 放了两封信 白色的那封 你会用得到 咖啡色的那封 看完后立即销毁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 然后就挂了电话 镜子连忙取出来信 打开白色的那封 赫然又是满指的恐吓威胁 第二天 石神来到警局自首 表示自己杀了傅坚 然后一脸坦然地 讲出了自己残忍的杀人过程 告诉警方 自己暗恋镜子多年 一直都在跟踪尾随他 还在墙上装了收音麦克 每天都在偷听他们说话 得知傅坚 一直要来骚扰他们后 就提前找到傅坚 将他引到海边 用电线勒死了 而自己自首的原因是 镜子和龚腾先生交往了 他感觉到了背叛 草治给他录完口供后 和内海勋来到了镜子家中 镜子也将自己 一直被石神跟踪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还给他们看了恐吓信 草治和内海勋 采集完证词 拿走信后离开了 警察离开后 镜子颤抖着 拿出另一封咖啡色的信 信中 石神告诉镜子 我自首后 警察会来找你 你把白色信封中的恐吓信 给他们 其他的事情就如实讲 还有 前段时间 我跟踪调查了龚腾先生 可以确定 他是一个很好 很可靠的男人 和他在一起 你和梅里 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和梅里 你们在我准备放弃生命的时候 给予了我光和希望 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们了 让你们幸福 就是我对自己的拯救 读到这里 镜子泪眼婆娑 和女儿梅里 抱在了一起抽气着 此时 他虽然还不知道 所有事情的真相 但却感受到了石神 冷漠外表下的那颗 炙热的心 而另一边 汤川学也得知了 石神自首的消息 他助力在街头良久 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但他无法说出来 因为那天 在雪山上 石神的一句话 点醒了自己 说出真相 谁都不会幸福 但流浪汉呢 就这么白白死去了吗 而牺牲一条 鲜活生命换来的幸福 身负杀人原罪的镜子母女二人 又真正值得拥有吗 最重要的是 石神做了如此大的牺牲 如果镜子还不知道真相的话 那石神将会是以何种身份 存在于镜子母女的回忆中呢 汤川学决定邀镜子出来 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 画面转过 审讯室中 刚和镜子见外面的汤川学 利用草质的关系 见到了石神 他对石神说 我们来继续那天 在母屋里没完成的对话吧 石神静静地看着汤川学 面无表情 汤川学继续说着 讲出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原来 警察之所以 对镜子的调查毫无进展 是因为镜子 对警察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石神的布局 最精彩的地方便是 用一条时间线的真相 掩盖了 另一条时间线的真相 海边的那具尸体 根本就不是傅坚本人 那夜12月1日 石神发现镜子杀了傅坚后 他决定帮他们母女二人掩盖罪行 而他为了掩盖罪行的方式是 杀了流浪汉聚集地里的 一名和傅坚体型相似的流浪汉 12月2日 他花钱雇佣这名流浪汉 穿着傅坚的衣服 去傅坚居住的旅店入住一天 留下毛发 指纹等证据 然后到了晚上 他让流浪汉 骑着偷来的脚踏车 带着他到了海边 将他勒死在那里 接着打烂了他的脸 烧了手指脚趾 最后故意留下 单车上的指纹 和未烧毁的衣物 让警方能迅速确认 死者就是傅坚 这就像是 他说过的盲点问题 警方一直都在纠结于 镜子的不在场证明 是否成立 其实 他们真正应该调查的是 死者究竟到底是不是傅坚 说到这里 汤川学顿了顿 继续说 至于傅坚的尸体 一定已经被你分尸后处理好了 然而石神 却微微一笑 表示 这些推理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支撑 最多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汤川学说 找到真正傅坚的尸体就可以了 还有 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告诉了镜子 石神 却并不想再聊下去了 粗暴地打断了汤川学的话 就算真的找到了尸体 那时候我已经被判刑了 我也不会进行上诉 然后他叫来警察将自己送走 在他又出门的那一刹那 汤川学有些惋惜地说 多么天才的大脑 却用来做这个 石神缓缓转过身 落寸地对着自己平生 唯一的知己说 天才 只有你才对我这么说 然后出门离开了 虽然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 但还有一件事情 来困扰着汤川学 那就是石神为什么 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来守护这对母女 的确 他从小便是光芒万丈 众星捧月的天才 所以他不可能明白石神的痛苦 石神是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 但却怀才不遇 只能过着平庸的生活 他和流浪汉聚集地的流浪汉们一样 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 如同时钟一样精准 不被人在乎 就算某一天失踪了 死去了 也不会有人发觉 在两年前 他的数学研究 遇到了瓶颈 无法突破 这让他十分绝望 感觉生命完全没有了意义 活着只是痛苦 于是他决定结束生命 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 在他将脖子放进绳套的那一刻 门铃响了 他响了响 打开了门 是新搬来的镜子和女儿没礼 他们热情地笑着 向石神自我介绍 还给他拿了一份小礼物 在那一瞬间 看着笑颜如花的母女二人 石神只觉得 昏暗的生命中 有一束光照射进来了 他感受到了温暖 从此 每日母女二人的欢声笑语 就是他黑白的人生中 唯一一抹色彩 每天去镜子的快餐店 买一份便当 便是他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 他得知母女二人 失手杀了腹肩后 毅然决然地做了决定 他又不惜一切代价 去守护这一对母女 守护生命中最后的一束光 唯一的一抹色彩 对于他而言 他们能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就是对自己的拯救 于是 他用天才大脑 做出这样一个谜局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汤川学的出现 让他意识到 这个精妙绝伦的谜局会被识破 从那一刻开始 他决定改变计划来牺牲自己 在汤川学面前 故意提起相貌问题 暗示他自己恋爱了 接着又在便当店里 遇到龚腾先生的时候 露出极度愤恨的神色 并且故意让汤川学发现 然后给静子寄出恐吓信 假装自己是一个心里扭曲的变态 让这一切罪恶 顺理成章地转移到自己身上 这一切都天衣无缝 如果找不到附近的尸体 汤川学的推理就根本不成立 静子母女也将有着幸福光明的未来 不过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 这一点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崩塌 他忽略了人性 一个人 怎么能背负另一个人的牺牲 和血债幸福地活下去呢 在石神要被带走时 镜子冲了进来 汤川学已经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只是邻居的普通男人 居然为了自己和女儿 做了如此大的牺牲 他跪在石神面前 痛哭着告诉警察 我也有罪 一瞬间石神正主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付诸流水 他不惜一切代价 所守护的光熄灭了 他最大的幸福 就是算无疑策地守护着他呀 他跪在地上 奋力地嘶吼着痛哭着 仿佛要将灵魂呕吐出来 全篇结束 所谓最纯粹的爱情 和最完美的诡计不过如此了吧 这个结局可以说让人唏嘘不已 无比动容 石神的诡计 精彩绝伦 简直天衣无缝 可惜 绝对的理性思考逻辑 最后败给了人心 对了 可能有的各位小伙伴们会有疑问 傅坚真正的尸体到底藏在哪里了 在原著小说中 傅坚的尸体是被石神分三次抛尸了 而在电影中没有详细说明 不过还是有迹可循的 在石神和汤川学爬雪山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汤川学栽倒在了雪里 石神没有管他继续前行 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 惊悚哥认为 傅坚的尸体应该就在这个时候 被石神一块一块丢在了雪山上 从而杜绝了警察找到的可能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